謝謝 德國今晚很值得 千隻臉的XRain 這樣也包吵 玩具TV第十九季第四集 剛才介紹完兩個重量級 接著就有一個長考選手 沒錯 你去駕駛馬力重量 我想說這傢伙很令我妒忌 我的肚腩越來越大 他的胸肌越來越大 由剛認識他時有肚腩 到現在有六塊肌 經常在Facebook不是看玩具 在山頂上擺姿勢 整個柱在上面做柱男 等等等等 真是男人公敵 我們馬上介紹一下這麼英俊的男人公敵 超人 大家好 我叫超人 鏡頭在哪裏 這裏 你說真誠名是James Bond 是James Bond 香港的James Bond 現在要配合他的肌肉 不如先說一些作品 我先說你的肌肉 好 大力水手 這次你Consolver了這個 剛才佈了一點 是比較短時間做出來 但依然看得這麼漂亮 這個小小 這次叫做新嘗試 因為通常做我的剪片 都是會自己手做的 因為這次時間 或者很多的關係 不如現在用3D 試試做一個做3D的朋友 試試能否把創作表達出來 所以可以配合到這個時間 僅僅說得及 One off 是的 哇 但本身就著3D的造型 你是和你的朋友談 畫了一個主體 再給你朋友再畫 還是你自己 開機 自己畫畫完之後 叫朋友監修 跟著刷出來 本身就畫了一個草稿 因為本身的朋友 大家都有畫底 他都知道我的風格 最早勾了出來之後 他又熟了一些電腦 所以由他 負責幫我將他立體化 有些我也會一起發揮 例如我要做怎樣的 那些泡泡 他用他的方法來做出來 我反而整理就是那些造型 拳頭這樣 入一點 下一點 就是我來整理這些 那樣 剛剛好 合得到的時間 便能出現了 是的 Walker也在拍攝 看到其實 的確一看 就知道是超人的風格 因為 除了融合了今次的主題 大力水手之外 你會見到 一個很清晰的小飛盒造型 這個就一定的了 這就是Style 大家都明白 是 其實這個也有一點小插曲 其實是 初落第一個 我做這個草圖的時候 我是做Color版的 是 Color版 因為其實 我都明白 我很尊重 Nyson Cossover 因為始終是Papai 已經是一個很有名的產品 是 我的風格 如果熟我的人 就會知道 超人一定是金屬 再加少許的元素 來做展品 所以初落第一個草圖 其實Nyson覺得 有點像小飛盒 就是初稿 初稿 因為初稿 用了Colorful 你看到肉色 整個手臂的感覺很強 後來我也刻意收一收 改了一點 可能很像小飛盒的東西 所以我就把它調一調 然後變成金屬風格之後 完全感覺不一樣 不會覺得像小飛盒 其實 可能Nyson看完草圖 變成後 所以後來就 發證了 變成我是 這麼多人最想發證 我都很驚 很驚 很驚 過不了 我尊重我也明白 因為他會考慮到 可能我會考慮到 我會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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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考慮到自己 人家會這樣想 是難怪的 其實我覺得 應該不會 但無論如何 你會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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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會考慮到 你一定知道 PuP牌 所以戴觀 其一 為何我覺得 縱使是原色版 其實我期待 你的原色版 顏色 但無論如何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作品 其實你會看到 PuP牌的 訊號 最明顯就是拳頭 顛抖 最重要的是 你會看到 大力賽 擠出來 當時的氣勢 你用了這個方法表達 我 縱使用原色 也好 我覺得 依然有很強勁的 大力水手 風格 所以 我剛才覺得 不是 我自己 我聽到 超人的初稿 其實我更有興趣 想看原色的作品 無論如何 會否就可以看 整個草圖 應該不會看到 那是被批准的 批准時 批准的 所以 可能自己在現場 看過 所以 公佈 你看到我 很多不同設計師公佈出來 其實我都還了金屬式 這個也是 1-off 1-off 但我們這次 都是在巨像內 會看到 1-off 1-off 其實不是 這個1-off 但我們這次 Lyzen Vincent 都會計算 最盡可以做 10個 去分配 但是 因應每個設計師 可能還有些 我真的做一個 或者我真的做兩個 可以有個自由 因為可能有些 真的做到很複雜 不想再重複 因為這次 我剛好用3G打印 所以就可以 殺盡他 希望做到10個月 有喜歡的人 就是這樣 會 可能香港有5個 或者未必 我不知道廣州那邊 你上不上 對 這個廣州也會上 所以其實這個 我都由Vincent去負責 但他們去負責 可以跟我們去分配 因為 我們 雖然之 我只是告訴他 我會做10個月 他會安排 可能有些不同種等 分分鐘香港只有5個 對 這個也不奇怪 有沒有說過價錢 當然未 當然未 當然交回當事人說 這個價錢 好像由大會公佈 我們暫時還未公佈 竟然 因為他沒有從廣角 由我們公佈 可能 我不知道到時候會 到會場 會見到一個牌 有價錢 還是要你詢問 再進去 怎樣問 因為我們 怎樣賣的方法 還未公佈 還未知道 但只是公佈 會有設計師的作品 而分配 都是要到開場 神秘感 即是喜歡 無論是超人 或其他藝人 或其他藝人 那些朋友 如果好彩 有抽到這個頭籌 你就變成 按定機 接著 就去到這個巨像 那邊的攤位 再立刻撲過去 找超人 接著就 究竟看看價錢 是多少錢 這個可能要問 應該這樣 我大概知道 其實到時候 巨像那邊 有一個中央收款的情況 當然到時候 所設計師的作品 應該有價錢 但不要介意 其實我覺得 有點尷尬 在這個時候 都不可以公佈 價錢 就變成 有一個不尷尬 其實沒有說 不可以公佈 我想是可能 每個人做法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比較急 這段時間 譬如在工廠那邊 來回很疏 可能有些事情 他們未處理得好 譬如計價錢 價錢 都未預備到 所以比較急 可能這樣也不頂 但無論如何 我相信去到 大家一定會記得 一定會知道價錢 還有喜歡的朋友 可以去找了 James 然後就 預訂我 大家也可以 然後 收費的問題 應該很簡單 是 會不會有其他作品 去顯示一下 其實有很多觀眾 或者朋友 其實我覺得 你早期的作品 是更的 沒有更的 很精彩 也是這種風格 這個難得機會 又再次出現這種 可以有這樣的風格 再玩 不過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 除了這個Puppa之外 會不會有其他的作品 就是在這個BOOF 跟大家推介 會的 其實會有的 這個要星期五個日來了 記住 禮拜五有興趣的 快速衝過去 若果不是 機會過了 留意有關資訊 入場方面的安排 謝謝大家 稍後見 現在的時間控制不錯 不行 只是了言就馬上收了